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不好 哪一組開始了 好 你們這組 OK 然後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冬天公司 然後就是我們要去探討他 就是我們生成員的部分 然後我們會就是根據他 一些相關的策略 然後就是去分析說 他跟自主兵法裡面的關係 然後所以他厲害的地方 首先就第一個部分就是 要講就是他們一開始 就是前19.8年的時候 福特的時候 開始生產機型車 然後因為我講福特 是因為就是 那時候是他們是第一個開始在用製造 然後主要是就是開始分工 然後就是每個人專業在各自的製程 然後大量製造汽車的時代 因為在更之前就是 可能是每一台都是手工車 然後大家就是會 一開始就是大家會比較精緻 然後天產量大概不到2500輛 但是在機型車出來之後呢 他們一天就可以生產 大概1000輛的汽車 他們就是一個就是工業化時代的開始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他們追求大量生產 然後降低成本的方式 但是在1970年代的時候 石油危機 然後因為石油危機 所以那個油價就開始上漲 然後因為油價上漲的關係 所以因為他們就是希望 車子可以更好操縱 然後更耐用 但是以他們的方式 就是在工田汽車的 那時候的鋪設長大業 他就發現了這件事情 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他們的大量製造 會浪費到 在過程中會浪費到很多的生產資本 所以他那時候就發現說 不能用這樣的方式 再進入生產汽車 然後所以他就開始改用 以市場為需求為根本的生產方式 就是他們一樣是這樣製造 但是他們會去看市場的需求 到底是多少 然後再去根據那個需求去生產汽車 所以就演變成一個非常固定的方法 就是他們徹底消除浪費 然後以即時化跟自化的方式 去開始生產汽車 然後以這樣製造 生產為導他們是以需求為主的方式 然後去追求完美的生產計畫 然後講完這邊之後 就是他是 他們一個是大量製造 但是會有很多的浪費 因為他們就是為了要追求生產品的效率 然後 然後 所以就是會浪費到很多的資源 然後大野市場他們在 就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會發現到自己的問題 然後他就 他就開始改變他的方式 然後 他跟孫子兵法的關係呢 就是 第一個是 腳之而之有餘 不足之處 就是 他們會分析對方的雙方的情況 然後就是根據他們自己的情況 在分析浮塞汽車的情況 然後找出比較適合的方式 然後 就是他們有點像是先求勝 然後在萬事居備的時候 等待石油危機一八勝的時候 他們在 就是像浮塞汽車那樣大量浪費的方式就會失敗 然後他們在等待那個時機 然後之後可以 就是 就是可以大股進攻 然後還有就是 最後一個發火 有失禮 就是他們在等待那個時機 然後就大股出走 然後贊助 汽車產業的龍頭 所以他們就是因為他在 因為大野市場他的遠見 所以在 他們後期可以在 汽車市場 汽車產業中 佔很大的地位 然後 然後 這是第一個部分 好 然後接下來是我的部分 就是我主要講的是 他們豐田有一個 在1980年的時候 推出一個叫 有實施了一個策略叫三一運動 對 那他其實是當時 因為豐田汽車他們在 那個時候他們的主 就是他們那個時候公司規模 非常非常龐大 然後 因為他們日本的企業 他們會有一個很特別的制度 就是像上面寫的叫做 比翼制度 對 然後 他其實這個制度本身的用是好的 反正他制度大概就是 像假設今天基層他們要是有什麼想法 然後他就要跟他們上面那層人 評報 然後上面那層人再跟上面那層人評報 那這樣子的做法其實很 好在就是 基層人也可以發表他們的想法 因為上面人都會聽到 可是 就如果當今天這個組織架構非常非常龐大的時候 就會變成他們 一個訊息要從底下傳到上面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那其實豐田他們在19... 呃... 他們在1980年的時候 他們把他們的... 他們把他們的汽車製造跟銷售不合在一起 對 然後那個時候他們整個公司上下加成 就中間的管理節省就有四千多個 然後再加上他們當時的比翼制度 所以他們其實那個時候 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在公共上的 對 所以後來他們在1980年的時候 他們就直接用了一個策略 就是直接把原本七到八個決策值 簡化到三等 那其實講簡單一點 就是他們直接從管理節省 開始去做大規模的... 就是人設調動 就是直接把他們的組織變得更... 就是更扁平 就不會像原本的架根那麼龐大 對 那這個就是剛才講的 他們後來在1980年的時候就... 會開始執行316的策略 然後在1990年的時候 廢止科這一層的組織節省 對 那 其實這樣做的用意 這邊 應該是九變篇 就是他們其實這樣做 就是 以一個組織來運作來講 他們當今天他們的規模非常非常龐大的時候 其實本來他們在做很多決策 或者是... 不管是群職在傳送 還是在外面收集資訊 或是在推行一些策略 本來就比較困難 對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佔定九變篇的時候 其實裡面都有提到說 就是... 如果當你今天要面對很多很多問題的時候 如果你... 這個時候你軍隊的單位比較小 你自然能夠比較好活動 對 所以後來我們認為這邊 跟順子兵法 有連結的地方是他們 其實那個時候他們就了解到一個道理 就是當間組織 竟然那麼龐大沒有辦法活動 所以他們就想辦法把他們的組織 變得更便宜 那能夠以小單位活動的話 自然說能夠遇過很多狀況 對 所以這個是他們當時就是在... 那個時候也是算是改造組織的一個策略 就是開始讓他們的規模變... 就是變得以小單位行動 而不是那麼大規模在行動 好 那接下來我講了關於下面間諜的事情 那第一個是他為了找福特的心理情境 要去犯福特研究所的垃圾 然後翻了兩個月 找到一個很關鍵的金屬碎屑 然後雖然說他們因此又被告 然後是案人被除去美國 但是他們也因此知道福特的那個命令 引擎到底這個事情都會做 那第二個例子是... 這次發生在他們剛進入美國市場碰壁 那時候美國市場大部分都是由他們美國自己的通用 跟福特兩家汽車 然後他就想挖掘出美國人到底想要什麼的車 然後結果他們居然派...派人假裝就是說 要去學英文 然後去寄出在美國家庭 然後三個月觀察美國家庭 各種生活的一些情況跟細節 然後還有一些他們交談的一些話 然後所以...然後他們就是發現了 那時候因為美國就是那個經濟發展 人生活水平提高 所以以往他們最早就是希望車 車是一個表彰身分的工具需要又氣派又豪華 但是隨著這樣的發展 他們越來越失汽車唯一的代付工具 這個必需品 所以就不求氣派豪華 而且那時候因為停車位越來越難找 大車也找不好找停車位 然後還有第二個就是因為事業危機 所以讓人們開始希望能夠... 車能夠省油一點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因為美國... 那時候美國開始家庭遷居郊外 所以會...家裡會需要第二部車 那這時候日本的低價如果... 低價的車如果再符合... 再符合他們的需求就會很廊漫 然後他們也查...他們也知道了就是... 美國人對於那個小型車 同樣提供小型車的競爭對手 就是那個德國的Boss Wagens的想法 他們覺得Boss Wagens的後座... 後座太小的前座...後座... 然後暖氣不足 然後前內裝也太簡陋了 然後他們針對這些去做改良 然後甚至包括觀察他們生活細節之後 那年輕人喜歡喝那種圓的玻璃品料 不是只有的 所以他們這個細節也涉及到 然後甚至也會放冰櫃在裡面 然後他們之後就在報紙上登報 就像道謝 那我想說為什麼要登報道謝呢? 我想這應該是順便引發一些輿論討論 而且不會讓人家知道也可以怎麼樣 那就是一個免費宣傳 跟順子冰法相關的是一個... 是用件篇 然後就是一個事業發行新產品 就是需要花很多時間跟資源 那你如果作為主管 只是想要就是浩大喜功 而不就是讓人力白白投入 或是讓資源白白投入的話 你就不是一個好主管 你不是一個良辰 或是你甚至也這樣子發行出來的東西也不能成 然後就是你要做各種的決策執行 你不能基於就是你憑空 或是這些虛擬飄渺的事情 要是真的去調查情報 那用件有五種方式 這邊有三種相關 就是陰間內間跟身間 那另外一種死間跟反間 比較過... 比較現在已經不太可能用了 那陰間就是找那麼當地的一些居民 就民眾去... 就是調查 透過他們得到消息 就像剛剛那個... 那個... 那個日本去調查那個家庭 李子一樣 那內間就是對方就是那個人 然後身間就是... 身間也是像剛剛那樣 你派你... 你派你有財源的人去... 去到對方的地方... 去到對方的地方去刺探消息 那個消息傳規 還有最後就是... 你各個決策 各個細節 各個面向 都需要... 需要有情報支持 財源做的精確跟有效果 好... 接下來... 我們下一個同學 那接下來由我來為各位介紹的就是... 風田公司的產品開放策略 那這個策略呢 他就是要... 就是要讓... 風田公司可以在市場... 市場調查部門 然後還有收集情報 那風田公司他們非常注重就是... 市場調查部門 那他們還... 成立了就是... 計畫調查部門 那就是為了要... 調查整個... 目前的市場需求 還有未來可能的... 呃... 需求走向 那這些都對他們之後... 整個公司的產品計畫 還有銷售策略都非常有幫助 那剛剛有講到就是... 風田公司一開始在進軍美國市場的時候 並不是這麼的順利 因為... 呃... 像大家都知道就是美國是... 美國的車就是... 就是很大很氣派 然後很吃油這樣子 所以他們第一款車子... 他們第一款進軍美國的車子 就叫... 風田寶貝爾 就是那種很大很快的車子 然後結果進去了之後... 全美只賣了五六百台 就很慘這樣子 所以他們後來就重新再對... 美國的市場進行一次調查 那他們就發現... 就是隨著... 呃... 消費能力越來越高之後 就是開始... 他們的需求正在... 正在改變 然後就是像... 前面有講到就是... 交通擁擠之後造成了停車困難 還有轉彎不方便等等等... 這些都造成了就是... 一些比較... 方便控制的小型車的需求 逐漸出現 那在不斷的開發市場需求之後呢... 就是... 豐田就... 最後開發一個... 就是... 小型而且差異化的... 車子就... 成功的進入了... 美國市場... 那這個車型的話... 就叫做Corona... 就是大家現在在路上... 還有可能會看到... 就是Toyota... 其中一個很有名的車款... 那另外一個是... 他們常常在進行那個... 產品的開發... 那... 產品的開發... 那就是兩年還有四年都會做一次產品開發 那... 這樣的話就可以有很完整的產品組合 然後讓... 不一樣... 不一樣需求的客人在進入公司... 公司的時候都可以挑到... 符合他們自己的種類 那這邊跟... 這邊的... 兵法的... 思想有哪些呢? 就是像... 就是... 非常注重... 產品... 市場調查的話就是... 要先知比嘛... 然後再來是知己... 就是說自己有... 怎樣子的技術可以產生... 就是更符合需求的產品... 然後再來是... 兵無常是水無常心... 就是這個需求是常來改變的... 然後最後... 多算勝少算不勝... 就是你想的越多... 你自然就會... 自然就會贏的越多... 那接下來... 為大家介紹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主要講兩個部分... 就是他... 講他... 以權真天下的... 這個部分... 然後... 一個是... 就是他們其實是一個... 非常... 就是除了在汽車生產方面... 很專業之外... 他們還... 成立了自己的研究所... 然後還有就是... 各式各樣的研究機構... 去讓他們的生產更加的順利... 然後... 再來就是... 還有另外一個點是... 嗯... 就是1970年代的時候... 美國法... 欸... 美國義會有通過了馬斯基法... 然後日本以... 在1944年也... 頒布了同樣標準的法規... 然後... 風點機車... 比較跟其他公司不一樣的是... 他們不會想說... 就是... 嗯... 法規就... 就是... 想辦法投入通... 或是用其他方式去完成... 他們是... 就是他... 那時候的... 那時候的... 風點英格... 他就決定說... 就是在達不到標準之前... 就不能上市... 所以... 他們是在... 他們是在... 然後... 少數就達到... 在... 頒布法... 法令... 美國酒... 他們就達到標準的... 公司... 然後... 所以... 在他們的... 研發... 努力之下... 他們就是一間... 就是領先於... 其他公司的... 龍頭... 然後... 而且他們... 就是... 也... 非常的... 做到他們自己的配布標準... 然後... 剛講到還有就是... 他們有財團... 然後還有... 就是各大經濟的... 投資... 然後還有包括... 研究所的理論... 對... 因為常講就是... 嗯... 跟兵法有關係的是... 嗯... 一個是... 我剛剛講那個... 他們... 頒布的標準比較嚴苛... 就是講到... 法者... 須致... 官道主動... 也就是在實際篇裡面... 他講到的... 就是有... 他們有自己內部... 有嚴謹的法... 然後... 就是因為這樣... 他們才可以在短時間內... 達到... 跟別人不一樣的效果... 然後... 嗯... 他們... 就是也有... 聖兵先... 聖兒後球戰... 拜兵先戰後球勝... 他們就是在... 嗯... 他們就會讓... 在之前就建立先勝的條件... 然後... 加上本勝的條件... 讓他們可以在... 很多戰... 很多... 戰還沒開始打之前就... 就打贏... 然後... 他們也就是在... 嗯... 還沒戰之前就妙算... 然後... 控制比較多的先... 嗯... 所以... 嗯... 公聯公司... 他們是一間... 就是非常的聰明... 然後... 而且就是... 智底... 智底基先的一個公司... 然後... 所以... 這邊就是我們... 這一組的報告... 謝謝大家... 剛剛... 孤子兵法的觀念... 請多多... 日本人說... 從孤子兵法... 你覺得... 從孤子兵法... 你覺得... 公務員所採取的... 這些調查... 啊... 啊... 瞭解... 跟美國人的... 這個... 方式... 啊... 啊... 還有... 你剛剛說講的... 涉入到美國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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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 很多這些... 你們覺得... 這個... 如果有的話... 你應該想到... 把這個... 連結... 拿起來... 那... 其實... 那... 如果... 讀的... 說... 是... 一個月底下... 以後... 還會再... 有什麼... 啟發... 那個啟發... 內心深處的... 某一個... 觸動... 呃... 應該是... 印象... 把這個... 把... 表現出來... 把它去... 體化... 因為... 發覺... 確實... 重點的... 就是... 所以... 它的... 啟發... 是...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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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怎麼去... 好... 您... 是說... 封田... 受到... 孫子的啟發... 還是說... 孫子... 丙法跟丰田这样举动给我们的企围 丙法丰田受到是领法导致吗? 呃,是一个比较 是一个比较难的 我们没有去验之间的证绩 我做了这个报告 其实应该要交代为什么丰田这些动法 是领法导致幻的 好 那你们做了很多这些刑事上 好像是廟传 拉法公司的一些事實在 拉法公司的事實 可是你們比較客氣 你們只講到說 好像說到一些什麼 類似的事實 那事實上呢 你可以去說一下 他那個精神背後什麼 是先生的事實 是謀工編的事實上 就是權的事實 你知道嗎 可能只是一個短短的一句話 說到很多類似的事實 我一直很希望看到你們這樣子的工作 那每個同學是在你同孫子兵法上 也過度過分 受到很多不同程度的情報 那這一部分我就期待 從你們的新的報告上 能夠重新的報告 那你們的這個小股子的報告 應該長次去理解 他企業的這個作法 順不順跟孫子兵法的精神 好 我一句話某一個思想 你能夠合唱 聽我懂嗎 那想到要怎麼做 讓他表現 好 請我們說一句 那你不覺得你們這塊做得更好嗎 我們這一塊就是真的沒有去驗證 但是只是看那個事蹟比較符合 那因為看他的事蹟 我們會相信他有這樣類似的思維邏輯 雖然他可能並不是真的讀了生子兵法 但是我相信他可能就是可能 種種因素造成他們有生子兵法 這樣的哲學再形式 其實比較清楚 這個才是他的感情方式 有沒有什麼的想法 有沒有什麼想法 那個手機是抄襲蘋果起家的 那就是那時候看到的是 就是那時候的新聞是 最近有一次韓國三星對Apple 就是Apple告三星抄襲的這個事情 就是Apple關係實力 然後底下那個歐美媒體底下的人 就美國人喔 就是在為三星講話 讓我就覺得 欸很奇怪 不管是抄襲也好 或是間諜也好 就是他們是以這樣不光彩的手段起家 可是儘管他後來形象包裝的很好 那他也崛起了 只要崛起了 大家就看中他或是喜歡他 好像現在好像變成說 就是讓你的國家崛起 才是至高無上的原則 像剛剛孫子兵法有講到那一用劍 看起來我們一般會覺得 可能不是很光明的 但是重點是他讓他的國家強生 他讓他人民安全 讓他人民富強 所以這是一個蠻深的感慨 我就是說沒有道德 使之借高無道 國道的生存 國道的生存 好像勝過 這是一般人所講的 小恩小德小義小人 對 好 好 有沒有誰要再補充一下 是孟子兔再補充一下 陳佩軒可以補充一下 他這個感慨 你們覺得 那種感慨 其實在課堂上我也講過一件事 類似這樣的點 人有小人有大人 意有小意有大意 性也有小性大性 有一句話是說大性不性 大人不仁 大意不意 真正大的性 大的意大的人 會讓你感覺到 不仁不義不性 這樣的形式出來 可是他真正謀求的是真正大的性 大的意大的人 你們在看 是不是跟您剛剛的感慨 有類似的這樣的一個 是不是有回答你這個問題 有啊 就是上課的時候也就是 看到更多例子的更加感慨 是感慨還是 突然有某一種進一步的理解 應該說更能夠理解這樣的行為 就是因為以前大家就是會比較愛罵三星 但是近來這些話好像連台灣都聽得少 真的就真的非常感慨 然後也我們教你們理解他的 就是先國家富強 不然你跟國庭人家看清 你跟人家 會不會人家贏 國家強的話 百姓的生命 百姓的水準 百姓的性能就提出了 各位同學你理解這個概念嗎 讓每一個百姓的生活就夠了 你這裡可以追求到個人的容路 個人的理義 個人的道理 你懂我意思嗎 這塊各位同學沒有普通的 可是他提出這樣的看法出來 這是一個大家值得去思考的 我覺得比較總言上來的 大人不仁 大意無異 大信無憲 你知道嗎 很多時候你覺得這個人的做法 好像有疑義喔 有問題喔 可是對貨剛勞朽的 我往往講不清楚 這很值得拉伸這一次 那我比較想了解的就是 各主上來做報告 以及對這個孫子平法來理解的 應該想辦法去側重在 不是他字面上頭的意義 而是他背後上頭 給我們心靈上頭 給我們智慧上頭 起了什麼樣的 起了什麼樣的一個發想 給我們什麼樣的起立 開我們什麼樣的一個竅 讓我們知道說 過去想不通的點 我們想通了 想通了以後 我們可以放什麼說 這個是孫子平法 我覺得他比我們最大的落實 有沒有類似這樣的問題 多才提出這樣的反省的話 都沒有了 OK 都沒有 他能看嗎 有喔 我也能告訴你 好吧 那待會兒我們看到 陸續的其他的組別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再提出 事實上你們可以提一些問題 來取代你們所提供的答案 我們的答案可能不成熟 可是我們可以問個好問題 這問題不見得特長上能夠有解答 可是它卻可以留在我們的心中 可以留到很久 說不定到了你民國幾年的時候 你幾歲的時候 突然間對著這個問題突然間 突然間啪 懂了 哇 那一個問題存留在心中多年 突然間 你都給了解這個概念 有很多的智慧都是這樣產生出來的 剛才有沒有這樣的東西 對 同學可以多提問一些問題 好 謝謝他們這一組 要報告的題目是那個 就是現在中國大陸比較 就是他們的最新手機公司 就是小米 然後我們是先以妹族來代替就是 就是跟他做競爭的這些 眾多的就是其他的那個公司 最新手機公司 大概就是我們會先剪接就是公司 然後他們現在的概況 我們才應該放 然後跟小米他最近沒有一道困境 然後我們再就是做宣示 這是小米的logo 就是他那個MI 其實你倒過來看 他把他倒過來的話 他是一個心 就是一個心的這個字 對 然後少一點 他說就是他說 他小米當初在 就是推出小米機的時候 希望能讓使用者 少省一點心 對 然後小米的簡介就是他 就是他 201年成立 然後他就是 之後 就是推出嘛 就是小米機 然後他推出一些 就是 像米聊啊這些系統 然後跟他的 他建立在Android系統上的那個 像NINU的那個系統 然後還有就是 呃 就是 那部分我後面再解釋 主要就是小米機 紅米機這部分 他有因為他 分低 低端機跟高端機的那個 異位的不同 然後再來是妹組 對 妹組的話可能 呃 可能就是 物色的常學會比較熟一點 就是可能大家 能怎麼聽清楚 就是他 他其實是比 小米還要早 就是推出 這隻手機 他一開始就是走 那個 M3的代工 然後他後來就是在 呃 他們的領導長就是 黃章就是在 呃 就是在看到那個 中國大陸的M3 暮光機其實 已經沒有什麼未來 然後他後來就不斷放棄 他在09年的時候就是 推出了那個 他比HTC要早4年推出 M8 對 就是妹組8啦 然後他就代表他們公司 轉型為自衛型手機 對 廠商 然後他們的 呃 就是 這通話是 那個 他們的 就是一個 失調的關注比 就是說 呃 像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是那個 蘋果 然後三星 華為 一些 阿妹祖 還有6.3 就是他們 他其實有 就是 還有佔有一定的那個 比例 這部分的話應該是依據那個 就是 網路收集的那個 資助製作 的那個 拍名 然後這個 這張圖的話是說 就是 呃 就是他以Android系統的 作用手機來做比較 就是說 呃 第一個是 魅族的NX4 這是 他們 推出的那個 去年 推出的 那個 算是一個旗艦計畫 然後跟 他去跟其他的 常開的 那個 像是小米 小米在這邊 小米4 就代表說 其實這張圖的意思 只是要說明 呃 其實魅族他 有越來越的追上 那個 小米的概念 那為什麼 就是 朋友說 就是說 首先我們先看那個 就是 呃 小米的 他面移的困境 就是說 因為大家可能對小米機比較熟悉 他主要就是 他就是 強調他的高性價比 對 結果過去他 其實他優異的性價比 沒有辦法 被其他產品替代 可是他 他現在他的 他最近面臨到的情況就是說 好 我看到這個圖很顯然就是 華為 魅族他們 一起就是 夾攻他 當然不只 不只這兩間啦 就是 呃 因為他 怎麼講 就是他 這個做法高性價比的 但是他是推出低端機 他低端機所謂的低端機是 定 定價可能新台幣換算起來 大概是6000到8500 所以這個價格在 所以他其實 這個的話 他就是有 手 有能力製造出這種低端機的 廠牌 就有可能去 替代他 然後他面臨的困難就是說 他的這個低端手機 一開始 可能在五六五年前是 他剛出來的時候 是一個藍牌 可是現在已經變成紅牌了 然後 所以他的這個價格戰已經 失去了他的那個優勢 然後 再來就是他的一個 如果他說 像雷軍他想要重 如果他想要重塑他的這個品牌的話 他其實是有一些問題要去克服 就是說 像他最近在採取一些做的時候 他在推出高階的米Note手機 或者就是 應該是平板 然後 那個 就是他的原本的核心用戶 其實 就是 所謂的米粉 其實原本的米粉 是 忠誠在他的那個低端機的產業 可是後來如果他 開始說他開始潮 可能 所謂的中高端的 那個 去發展的話 那他可能會 有些要他原本 就是他 去奉他的原因 好像 因為他 他沒有 他沒有那個 實體的那個通路 他主要就是 大家知道 就是網路上 搶購 他一特殊就被搶購 所以才會有人說 為什麼 去罵雷軍說 為什麼要用 極餓行銷 就是這種 還蠻非裂的手段 他其實不是 是因為他的 太多那個 人想要買小米機 可是他的量不夠 對 然後再來就是 他長期可能忽略的技術原本 這部分的話就是 呃 然後要說的就是 他 他其實 在雷軍他提出一個 互聯網的那個 概念之後 他其實 主要是有點 好像那個 行銷的手段去做 但是他沒有 他本身的那個技術原發 所以沒有 沒有下很大的功夫 對 那什麼樣技術原發的話 我等一下再補充 就是說 那這邊的話 以 就是我們 就是 來看 就是他們的 小米跟 魅族的那個 競爭的那個 情況 對 最後的話我先講 就是 魅族的 其實孫子說就是 先除戰畢的人 就是會 可以移立在牢 然後 所以上下的他能夠 自合不至於的人 那魅族的話 他在 他原本他在高端機這邊的話 他就有 其實算是佈下一個局吧 就是 就是最近 就是他跟海爾合作的那個 U Plus 就是一個 這是一個 智能家 鋸駕的系統 對 那他可能裡面包含了 就是什麼 智能 空氣圈 用水圈 娛樂圈 測虛圈 那這個的話 他主要是 透過 就是 電視 跟路由器 跟手機 這三個狀況 去說 喔你用手機 可以看到 監控到你的 家裡的那個 安全啊 或是遙控你家裡的 其他的電器 差不多像這樣 對 就是安康監控 然後 剛剛 空調之類的 然後 那這部話 孫子 就是他有講到 其他戰地的概念 那這部話 呃 我們是覺得說 就是 他的戰地其實 已經在改變 就是他一開始消民 他先進去的這個 地端機的那個市場 高性價比的地端機的市場 這部分的話 他已經在裡面就是很久 現在也 越來越知道怎麼要進來 那 可是其實中國 智慧型的市場 已經開始 就是近年來已經開始 已經開始 消費習慣成為一個 就是超越型化的趨勢 就是說大家習慣 要嘛就買 他們年輕的 然後就是比較 只是蠻多的買iPhone 他們要嘛買很貴 甚至像iPhone 那要嘛就是 就是買 可能就是他們的消費 所以他們 就是兩極化的那個消費的方向 然後 然後 他又要面對是 國內的華為的美股 外面的就是蘋果 而且蘋果可能就是在 最近這一季的那個 出貨量又已經超過 就是小米 對 就是像這張圖上面 就是他的市場份額 其實可以看到 蘋果的話已經到14.7 然後小米他3.7 他已經輸給蘋果 然後華為又在後面11.4已經 就上塔 那神聰的話就 其實不用再討論 我們覺得神聰的話 他應該已經 快要離開了中國的那個 設立手機的市場競爭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心冷而我無形 就是 最後不知道黃章 他是 內族的領導人 然後 大家可能聽過雷菇 可是可能我們比較少 聽過黃章 黃章的話 他跟之前老闆提過 那個長大事業的那個 領導演 有點類似 就是他非常低調 他從來沒有參加過 任何的公開的那個 就是 演出或是採訪 就是 就有人還開玩笑說 就是如果他走在 因為他們是在珠海 他如果走在珠海的路上 可能會認出他 就是黃章 然後 他專注於產品的設計 他本身也是 魅族的手機設計師 所以他 每年 魅族一開始 他大概在2005-2006年的時候 每年只推出一款手機 就是 就是那個 就是後來的NAS系列也是 就是他一台 一年只推出一款 然後 但是他很特別的是 他以J1的這個網路的ID 在魅族的論壇跟消費者互動 然後而且他並且要求員工每天都要到他們的 互聯網的論壇上去瞭解用戶回貴的一些訊息 甚至他都會 他平均把 他說他們這個論壇裡面 他自己本身 他們CEO是 就是每天平均發商言文 就是他 他說他是把在線時間 運用在線時間 練為 考察的一個手段 所以就問我 我是覺得說 就是為什麼魅族他 可能 可以做到一個 有點像後發先制的感覺 就是因為 他有一直在 順應說 喔消費者 你現在發現他的手機有什麼問題 像是可能是 之前有他的手機可能 呃 忘記乃希也出現 播放有 有一點雜音還是什麼 他親自幫他解決 如果解決不了 他會把新的 就是替代的產品 或新產品 幾乎都會給他 然後他 他一開始是一個領先者 他先進入支援手機市場 但是他後來到 而且他 他才覺得做法是 他也沒有說 很僵化 他到 變成他追隨的就是 因為小米 他到去年底 已經進行過第五輪的融資 就是為什麼 因為小米要開發一個聖火卷 然後 他 小米是把規模做大 可是王章他是做專一 他就是把 他很強調說 你什麼事情 都是要排在 產品的研發 產品的研發設計的後面 所以他到 他到後來 但是他 他現在已經完成了第五輪融資 然後他 他到追隨小米的這個做法 然後之後再到他的高階產品的布局 就是NX系列 他其實也是有 默默的在做很多事 可能有些人還沒有發現 那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 這是誰 可能知道 這不是 黃章 這是雷軍 這才是黃章 對 然後 那個 就是 就是 十字篇的話 這部分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轉移戰地 然後 再來就是 這部分就是 小米他預計可能會再推出 就是小米5 就要對決他的 魅族的 Explorer 4 這部分就是 我剛剛講的 他們突破了價格大概2000元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其實 就是 呃 就是他 我會覺得說 你覺得小米他必須要考慮到說 你自己本身的平台力夠不夠 這個問題 就是你有沒有辦法 做到你治的不治癒的 或是說你是進去然後被魅族就是治癒掉 或是被其他的治癒 對 那這是他們的那個也是規格 他們現在的主打期間也規格 然後我們還有覺得說就是 呃 為什麼小米最近會陷入這個困境呢 就是因為他其實他從退出到現在 他白手起家到現在 就是中國的領導進來 他其實 他的做法已經 讓他疏敵很多 甚至像之前聯誼什麼 隔離空調 那個 他們那個女 執行長嘛 就是跟他說就是 他要去 下一座手機這樣 然後之類的 然後到 就是很多很多競爭對手 要跟他 才有這樣的就是競爭 對 啊這是小米的那個 之前的那個搜尋 然後 這部分的話 就是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舉例來看說 當 如果你想看看你是雷軍或你是慌張 你在面對到這個競爭的 市場的時候 你可以去做市場 就是 呃 這是只 然後給你購入 那如果市場上說有 你不知道 就是你知道的姿勢 最後的話我只挑一條這樣 這個危險的部分 就是說 如果說你認為你有別人 你不知道的知識 不知嘛 知識 或是說大家不知道的知識 可是你知道 就怕可能是你在自我膨脹 就是 就是說有可能是 要嘛就是你是真的知道 人家不知道的東西 或者是 或者是說就是 就是你可以想到說 其實就是 有可能是一些危險的事情 那如果有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你卻不知道 那你就應該要去反省 對 那如果說大家都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的話 那就是一個黑暗的體態 那你可以去 從這邊去做一個創新的思考 然後知己知彼百戰 就是無理的話 這部分的話就是 呃 我想說這個 字面畫 這邊畫那個 橫軸的話應該是 指 就是個人 然後重軸的話是指 就是你的競爭者 譬如說你 如果你 個人不知道 但是你也見得知道 喔 那就是十分致命的事情 那大家可以想到說 有哪些事情 對你來說十分致命 嗨 嗨 嗨 大家好 然後最後我們就是前面先介紹完 就是小米跟妹祖 他的競爭對手嘛 然後我們就要給小米公司 我們一些建議 對 那我們的報告就比較完整一點 那建議這邊我們就提到那個 小米他現在其實有建構一個生態圈 那他建構一個生態圈 雷軍就他那個CEO就說 小米的成就就是要硬體加軟體加服務嘛 那他生態圈的三個部分就是又透過智能硬件平台 來建構 他是一個基礎 那還來建構右邊這個移動互聯網平台 然後最後透過電子商務的平台 把他的東西銷售 所以電子商務是通路 那小米生態圈我們簡單講一下 他其實核心產品就是中間那三個 那他你看他第二圈 他是小米投資100家企業 那他這100家企業就是在他智能硬件平台 推展策略的第二層 第一層是核心產品 第二層他投資一些100家企業 他現在已經投資了52家 都是硬鐵企業 像剛剛那個齊央有提到那個紫米 就是智能家居的範圍 那紫米還有行動電源跟華語還有智慧手 就是很紅那小米手紅 都是他投資金想去做的東西 那他第三層是電子商務平台 他就是要銷售 第四層就是那個米UI 就是米佑他的作業系統 這樣是他的智能硬件平台 有推展策略 那我們在這邊 我們就看到上面 他是不是小米生態圈 他把整個筆畫出來了 那我們這一組就覺得 他對生態圈跟智能硬件平台的建構的布局 然後讓人家看到小米是一個很封閉的生態圈 就是他的競爭對手其實有跳出來說 小米建構就是大家都是用我的東西 手環我的、電視我的 那然後他沒有很多多角化 像剛剛看到他不是投資100家企業嗎? 裡面其中有那個路由小米盒子跟電視 那他電視他就是等於是跨了一個新產業 但他對政策不熟悉 所以電視他們其實是像那個機上的那種 其實是有政策 你需要拿到執照 那他對這個行業不熟悉 所以他在那個地方是有點落敗的 那反觀他 因為你要你其實最好的方法 是要不要讓敵人看出來 你要做什麼嗎? 但他現在把筆畫出來 有可能裡面還沒有很厲害的作為 那他競爭對手魅族也是有一個生態圈 但是他競爭對手是一個開放生態圈 所以這邊可以說就是虛實篇有講到就是 如果我的兵力集中在一處的話 是不是我可以用我眾而敵寡的遊歷型態? 但是小米現在就是沒有這個情況 因為他現在把自己的力量都分散到各個地方 他很多角化 那然後我們就有看到一個情形 就是小米他是要打招一個帝國 但是魅族他競爭對手是走向共和 魅族的生態圈是一個很開放的 他的合作夥伴有阿里雲平台 那阿里雲平台就是 他就是要可以進行他的大數據分析 那他跟海爾家電合作也是要推廣智能 智能家具的那一部分 所以魅族的開放就是可以允許不同的 就是智能硬體設備的相接 對那這樣是不是就是魅族 他可以專心在他手機的部分 跟他的系統的部分 那其他的智能硬件 他就是做一個開放的系統 讓大家來跟他連接 所以我們這邊就講說魅族其實就是 他是一個規模稍微比較小的公司 因為大家都知道小米很資金很龐大 那魅族會選擇開放節目做好 就是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小公司 他可能沒有力量 像小米去弄100家公司 來建構他的小米生態圈 所以他現在把他自己的生態圈 變成一個開放的 那最後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用虛實篇 以你要自人而不是人 也就是你不能被別人調動 所以我們建議是 小米在生態圈的建構 應該要投入更多 就是在建構在軟體系統加強 然後結合他的 因為他的這個米粉很多 然後米粉的用戶 那些米療 都是他的大數據 然後進行整合 而不是很分散的這樣 可能會如果有一個突然錯壞 可能會有些問題 謝謝大家 好 幫我們請見 小組有一個 一開始的時候 他手機都宣稱不足 然後就造成大強烤 然後後來變成 被說為是 一種飢餓行銷 那你覺得就是一種 這種狀況就是一種 不虛的課來的 實施的課 對他到底是好還是好 我覺得 這部分的話 應該說 他是 無相差的 哈哈哈哈 因為他自己 他自己的產量 其實就是 就是有點不足 因為他本身自己沒有 那麼多 沒辦法 做出很多手機 然後他就是用 肌肉行銷的方式 好像個OA 晚來就買不到 其實肌肉行銷 好像是 就是 應該是你的產能夠 可以買不到上 但是你不要 我那時候看過 他那個就是 一開始他好像 預計的出貨量是 5萬隻啊 要10萬隻 可是 市場上的要求量 好像是到十幾萬 所以變成說 他那個 一開始的量是不夠 所以才會變成 有這個效果 可是他 但是他一開始是 無意間這個效果 反而是好的結果 就是一個初期不易感 可是到後來 他在 就是後來他的那個 可能效益是 什麼上市之前 他上市之前的時候 他前年就改 很臨時改了 他的產品的包裝 還是什麼 就是造成一個 實驗上的一個負面關注 可是那個關注就變成 大家有關注到他 他即將要推出新的 還是 可是就是變成說 他在這些地方上動手 而反觀魅族 魅族是在 最終在產品研發 領導人都不出現 那我覺得說 其實這兩個做法 可以讓大家去做一個比較說 究竟 就是哪一個做法是比較好 就在這個情況下 然後我補充一下 就是我剛剛有講到就是 其實雷軍一開始在建構互聯網的時候 他的想法很好 他分了三層 他從硬體出發 然後到你的軟體的系統 再到最後 他希望在你的軟硬體都 建立起來一個生態系統之後 然後他會提供你服務 他原本是硬家軟家服務 他原本是 他提出一個很 我覺得還蠻善逗的口號 就是說 他說 當你站在風口上的時候 連豬都會可以 他也就是說他想要造勢 而是一個大 大的勢 可是就是 但是我們發現他的問題是 他現在是 太 他太有型了 他的型太容易被大家找到 所以變成說 你的 你連在第一層都顧不好 連在一頂部分都沒辦法過 那你要怎麼去探訪 更何況你還想要 沿用Apple的系統 所以你想要創造一個 像是 Apple Apple都不一定能夠 成功建置一個 屬於他自己的 生態系統 所以或是家居 更何況是 很大惡熟 這我就知道啦 對啊 我們就是 他說就是村子變化了什麼關係 就是我們有從中間去 這裡是跟講那個 內組他其實是屬於一個比較 土力的狀態 他是小公司 那他怎麼把他 他怎麼把他 土力的條件 轉換成他有業的條件 就是他變成一個開放的地方 就是我們在看他的競爭對手的地方 發現村子兵法的 就是他有意而為之 還是還蠻下的 嗯 他應該有意為之 可是他是 肌餓行銷 肌餓行銷我覺得還蠻虛的 我覺得他應該自己要顧好 自己米粉的忠誠度去 然後他應該把他的系統建構好 而不是一直在搞那些花招說什麼 你再晚來就買不到 或者是一定要什麼會員才能買到 我覺得肌餓行銷不是很好 就用幾次大家都覺得買不到 買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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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到 很大的利 有 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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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有很多地方都 都有引用到敘事篇的一些概念 他們都像這個 行為自己至於武器 這一塊怎麼說 嗯 這一塊其實我們是想說 因為你 你就是要讓別人看不出來 你要幹嘛 但是現在小米他就是 他就是雷軍就是把他 想要做一個很大的事業 他想要就是這樣串聯 就是一個什麼移動互聯網 然後他想要從他的硬體做到 嗯 虛實整個嗎 之類的 這軟體 對 那我覺得他畫出這樣的大餅 會有很多人來 這樣是一個有型的東西啊 就是人家就知道這個公司 以後就是要做這麼大 我的願景就是 我就是要 這整個都是我的小米的人 那 別人會去看到你的行 那別人不就會 你的競爭對手其實很多 那 別人從這一塊插進去 別人從那一塊插進去 對啊 這樣他不就是會很容易被 對很難 可是你擁有的選擇 因為這支援的東西 嗯 這邊我想說 琴丁就是最 因為我想說他就是沒有 就是 哦 就是說他沒有做到 他應該嘗試 用這種方式 不要讓別人看得到 對啊 他能買你又怎麼 不然你超一樣 對啊 嗯 就是也是在講虛實片 這容易做到嗎 如果他規模很大 然後 他可以 可以 而且他容易做到 對 那如果是蘋果他有 大家不知道很保密啊 不知道他下一支推出什麼 你 你不覺得所有 在智慧型手機的公司當中 就是蘋果老是都能夠 很神秘的 很神秘的 情人之題最無形的人 然後小米就是有點想模仿 蘋果那樣去建造他自己的 那IOS 然後去整個生態圈 但是蘋果其實也還沒有做起來 不過蘋果就是有一個神秘感 然後果粉就很多 他 他們兩個不夠低調 如果夠低調的話 不應該看得到這個照片 欸 老師那個 應該說 雷 雷軍 雷軍的 他 他比較沒有那麼低調 但是黃章比較特別 他就是 你什麼時候去找一個 華為的 任正非的照片 你大概找不到 可是黃章 他說因為他的名字 就只有這一張 就只有這一張 對 而且這是被他截圖的 對 這不是他的名字 對 華為的任正非 你說真的就找不到他搞定 為什麼 低調啊 這種覺得 好 照著什麼優勢沒有 這 這 這需要大家去思考 你真的尊重這樣的形式風格嗎 他給我們怎麼啟發 好 排行之下 我們是不是太高調了一些 你覺得什麼 你現在提到 行而我不行 都變得太強對不對 你覺得這一塊 你會對我們MBA學生造成不行嗎 現在這個時代都鼓勵得怎麼樣 不是我宣傳 逆造而行啊 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 我覺得 那個 就是類似像在Facebook上面 我在網路上不想被人家搜尋到 我不想要人家知道你的名字 就好像說 聽什麼 中間市民會 然後如果人家上網Google一下 就會發現什麼 從我高中讀哪裡 然後連接到我Facebook 所以我後來把Facebook的名字 就改成英文名字 這樣人家就連接不到了 對 就是我不想要讓人家看不到 多久以來有這樣的錯嗎 我開頭一直做 沒有我開頭是用中文名字啊 結果我發現有別人搜尋到 然後就說 欸你就是可不可以加你好友啊 你是不是還男人是不是 然後後來就把它關掉 就比較沒有 然後那個個人資訊就都關掉啊 不要被人家看到你家鄉 家鄉而已 對 或者是你藏出貨的地方 我記得那個Facebook那個什麼 Facebook那個名字 把他的那個CEO他就是說 大家不要在上面暴露自己藏去的地方 或者是把你的家人都列出來 所以後來也把我家人全部都掩藏起來 就是不要讓人家 就是不然如果人家要綁架你或是幹嘛 他就去你會去的地方賭你 你最喜歡去的咖啡廳 或是你上廚路線 不要孤入自己情蹤 Facebook的戀罵一點就變成Facebook這樣 Facebook 所以我是覺得可以增長自己的實力 等到有一天我變得很厲害 可能可以在公眾面前講話 那大家可能就是比較知名的人 然後你再去顯現我自己 好不好 所以他會有什麼問題 好 沒有的話 謝謝他們 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是知管受惡在職班的同學 那我們這次選的主題是 就是利用孫子兵法來探 來研究 我們的其實題目還沒想好 不過剛剛我們有討論 我們的題目就叫愛情三十六記 利用孫子兵法來討論如何追男女朋友 我們的題目 那這一第一篇是說 因為老師剛剛講日本人 對孫子兵法研究比較透徹 所以我們也找了一個日本人 村上春樹有教如何追女人 追女朋友 他在他的那個現實的網站 有公開回復讀者 裡面有一篇是這麼寫的 五十三歲的男生 你表示他想要知道 如何高應比自己二十歲的女生 那村上就建議他讀孫子兵法 那這邊有講一個最重要的是 你要收取資訊 你要創造與他想法的機會 並且找出他將如何對應你的追求 那我們可以先看一段影片 先讀孫子兵法 日本小雪家村上春樹在上個月中 設立連圍村上先生的地方的限時網站 公開回復讀者問題 短短兩星期已經收到近三萬條訊息 當中部分內容非常大膽 就例如提供情慾貼士 開玩笑這樣建議讀者同一條語重內 並且要一名想追求年輕女子的男人 先讀孫子兵法 因為看到這個主題 所以我們覺得他很有趣 所以我們就打算做這樣不一樣的一個題目 那我們這邊講了十個CAPT 那利用十個CAPT 把它依照步驟 然後把我們想得到的孫子兵法套進來 那我們這次的報告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先來第一章 第一個我們覺得很重要的是勝選對象 因為你要如何去追一個女朋友 你一定是已經有一個目標了 你才知道說你為什麼追他 那我們這邊選到的是用孫子典 不知諸侯之謀者 不人欲交 那這是我們現在都是用周遭朋友的例子 在某個場合認識一位休閒管理系的女生 但是這個女生收招的人都說這個比較難追 但是男主角也是依然決然去追這個 就是這個女生 便開始收集女生的一切愛好 但是其實人是很感官的動物 你第一眼看到這個女生你覺得喜歡 你就會有想要追念 或是女生看到這個男人你很喜歡 你就會想追念 但是你這邊要很切記 就是我為什麼要選擇這個對象 這邊講得很清楚 就是為什麼會選擇這個女生 因為我發現她很孝順 加上很會照顧你 很有愛心 很重點是她很會理財 因為我比較沒有經驗觀 所以藉由這樣 所以我願意去做追求的動作 這是第一個勝選對象 所以我們的第一個章節就是 就是用勝選對象 那第二個章節章是 要追她必須要從她的朋友 最好是連她媽媽都追起來 對 情賊先情龍 你要想她的閨蜜 她的朋友 如果每天都在她的旁邊講你的好話 你要追到她的機率幾乎就是兩人之八 所以第二個章節我們就講 從周遭的朋友探觀情報 用劍根 這邊孫子有講到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不可向於事不可焉一度 必取於人之情 彼之情則也 就我剛剛講的 針對閨蜜和父母著手 以她好朋友建立關係 探聽她 但是這一個步驟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也很多人會做 但是不一定會達到效 就是表示說 就是你做這間 就是吃 就像我舉個例子 炒菜 每個人都會炒某一樣菜 比如說老師上次講的麻婆豆腐 但是炒出來的手法跟味道一定是不同 那第三個 然後再來就是建立你的形象 這邊我們用到的是賓士片 故善戰者求之於是不責於人 故人責人認識 塑造出完美的形象 任何關於他們家裡的問題都能處理 等於是說他只要想到問題就想到你 要塑造到這樣的形象 當然不包含你會 一定會做到很多不想做的工作 比如說搬運工啊 司機啊跑腿啊 參與他所有的這些都是 但是這邊我們只是建立一個形象 不是說 像上次好像有看到一個類似的廣告 就是這個女的只要有任何問題就找她 但是她的男朋友不是她 不要只是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就是不要只是做司機啊跑腿 你必須要達到最後的目的 我們後面的章節就比較重要了 下一個 再來就要主動進攻了 那這邊用到的是軍行篇的這一篇 因為有點長我就不念了 收集完她的喜好以後 就要決定主動採取公司 那要收集她 比如說她不喜歡看恐怖片 那你就千萬不要帶她去看恐怖片 那有人會覺得 女生不喜歡看恐怖片 帶她去看恐怖片 我成功機率比較高 不對那是不對的 她不喜歡看恐怖片 就真的不要去看恐怖片 不然晚上做噩夢就只會罵你 然後 建立好 就是 還要包含去讓 在她的朋友面前 就是剛剛前面有講到的嘛 你追求她的朋友 追求她也追求她的朋友 順便把她母親追起來 這樣子無時無刻 她都會在她的面前講你的好話 那第五章 不戰而屈臨之兵 這天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這天比較重要 孫子雲百戰百勝 非善之善也 不戰而屈臨之兵 善之善也 這邊我舉到一個例子 就是把一個女生約出來 但是她如果一直不出來 你就要有一個理由 讓她一定有辦法出來 比如說她車子壞掉了 那她就一定要去修車 那你就是要帶她 一定要帶她去修車場 而且是你認識的修車場 這樣子你才有 跟她光明正大約會的你 然後千萬記得 女生的電腦需要重灌 不是你灌喔 是請你會灌的朋友幫忙灌 在灌電腦的這個起見 你才有跟她約會的機會 千萬不要做一個 只會灌電腦跟修機車的人 對 這邊我們覺得很重要 所以我們這邊推 很多人都會在這邊 犯了相同的錯誤 對 就是不要只是只會修電腦 但是要 我不一定會修電腦 但是我要認識會修電腦的朋友 所以也歡迎大家認識 我們執管的同學 下一篇 那聖玄童 聖玄童麥是史記篇 孫子芸 將聽無忌用之必勝留之 則不聽無忌用之必敗去之 這邊我們講到的是 不怕神一樣對手之 怕豬一樣對手 比如說拜託她去買 情人節花她給你買劍 那真的就是沒有幫到忙 對 比如說她想要吃某一家的 比如說我們可能想吃台南的伊雷特 結果她去給你買阿富丁丁之類 就是買到沒有買到你 所以聖玄 像你追求的過程 聖玄能夠幫助你的夥伴也是很重要 比起 那要有計畫 那要有計畫 我們這邊用到的是史記篇 那 這邊我也有 好我們列一下 夫未占而妙算者 則得而算 則算多也 未占而妙算不勝者 則算少也 多算勝 少算不勝 而況無算乎 無以此官之 勝負見你 這邊我們認為你在追求的過程 你一定要有很完整的計畫 對 那竟然就前面已經第一章 我們就開頭明義 就是你已經選擇 這個是你要進攻的對象 那就是不打目的 不擇手段就是一定要達成這個目的 不然你要是沒有追到 也是被羅文別人的笑柄 就是要嘛不出手 一出手就一定要成功 對 下一章 那這一篇 我們選的是謀公編 這個是我們周遭的因為 你講的 Keep your friend close but your enemy closer 就是孫子玲知己知彼百戰不淡 這個我覺得在老師這堂課 我們因為平常是第一次接觸這堂課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知己知彼 老師之前有說這句話非常重要 我也建議 街友老師是說 街友有人生的一個作用能力 男生是理性的動物 女生是感性的動物 但是我們有時候在思考的過程 會以理性的方式去思考 比如說我今天帶他去吃這間餐廳 我需要多少的花費之類 或者是我看電影 我還要去接他 我還浪費油錢 如果好死不死又下雨 又沒有車 我還要去接台汽車載他 就如此的 但是女生就是不會 女生是比較感性的動物 所以這個故事 這邊告訴我們 有時候要追求另外一半 你還是要站在人家的角度去思考 他們 畢竟你的目的是要追到這個女生 所以你還是要站在女生的角度 感性的角度上去思考問題 不是以理性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第九 那最後我們這邊是聖兵先勝而後求勝 我們這邊用到的是軍行兵 這邊我們講的就是千萬不要冒然的去跟女生告白 這樣被拒絕的機率 因為我本身是拒絕做的 那螃蟹比較怕死 所以我們會在旁邊一直觀察 觀察到沒有問題才出手 這一句話也是 所以這邊後面我們想通常只缺 只在缺一句我愛你的情況再告白 你成功的機率就非常高 那這個是我們覺得比較重要的 最後放在最後一篇 賓者國之大事死身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長 那孫子開宗民意點出戰爭的重要性 在愛情的世界處處都是戰場 等於說周遭都是敵人 不管在追求的過程 或者是在相處中的情敵出現 每一場都是陰帳 每一場都是關乎生死的戰爭 因為這關乎到一生一次的幸福 對 所以必須要慎重的看待 每一次的交叉都要復復回應 謹慎應對 因為這都關乎到戀情 是否可以持續加温 一次糟糕的約會 或是一次不適的對談 都趕快會打入人工 所以我們這邊有講到 追求的是很重要的 因為對國家來講 對父母來講都是一件很重要的大師 因為老師上 之前不知道是聽另外一個老師 現在已經是 勞保跟健保都已經有趨勁於危險 如果大家都還不結婚 又少子化了結婚 以後變成我們年輕人壓力就會比較大 所以 再來呼應我們這句話 就是賓者國家大師 所以我們認為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邊我換口氣 換另外一位同學講一次 對那最後是給我們的啟發 因為其實我們在預備的過程 我們就一直覺得說 我們學了一學起的孫子兵法 那我們覺得 學了這麼多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覺得是在像上面講 就是做而言不如起而起 就是我覺得 我們其實都覺得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是很需要去演練的 因為我們不能只有指上談兵 但是 所以 但是我們就想說 那演練的過程總是很辛苦嘛 所以我們絞盡腦汁才選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題目 跟跟大家做分享 不過 給我們一些啟發 其實的確在這個預備的過程 我們覺得 不只是在可能追女孩子的部分 其實廣義來說 尤其像我們出社會 我們很知道人際關係的重要 所以就不只在應用在追女孩子 我想說明在整個我們的人際關係的時候 其實都是可以 可以去做這樣的一些應用跟學習 所以我相信我們就是 也希望我們的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的一些學習 不是只有在這邊做個結束 就是 希望我們一生之久 都可以去體會她的一些的美好 那以上是我們這組的報告 謝謝大家 因為其實我們這一組 孫東集系 只有我一位女性 那我們的那個報告人 十字名歸 她已經結婚了 那學弟們真的可以多學習 那這一堂孫子兵法的啟發 就是說 我們在做這個報告當中 其實我沒什麼貢獻度 我只是會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 但我覺得有些東西對我來講不適用 那有的真的是很適用 譬如說其中有個策略就是 投其所好 然後要知道她厭惡的東西是什麼 譬如說我不喜歡看電影 千萬不要邀請我看電影這件事情 所以在我們在做報告當中 最大的啟發說 除了是說可以帶給學弟們 很好的一些策略以外 交女朋友 甚至以後步入婚姻 然後一起共度下半身 又或者是我們其他 還有其他男性組員是未婚 他們都學到了很多 這個是我們這學期修孫子兵法當中 除了老師講的一些實戰的經驗 在我們在愛情的這一塊 有得到一些收穫 謝謝大家 我想請問一下 你剛剛不是在做這篇報告的時候 因為在我自己的 你們就說怎麼樣 我覺得它有一個層次 它有一個邏輯 它實際作戰魔攻 它還有一系列的療法 進行 進次行程 那你們在做這些的話 比如說你剛剛提了好像是 9點、4點 到底它有沒有這個事情 有沒有這個邏輯 有沒有這個邏輯 對有沒有這樣 為什麼你的實際好像是 就跑到最後一邊去 對 師傅你有實際篇特別做 我們最後放實際篇是因為 想要強調說這個動作是非常重要 對 那學長我再問 因為孫子在這一本書裡面 某幾個章節 它的人生過程是不一樣的 在我看的時候 好像前四章前五章 它是在另外一個人生過程 五到六章好像是個人分過程 所以它在每個時間所寫的 心路意識的人是不太一樣的 不過也是有它的順序 那我們為什麼會穿插的用 是因為 我們從一到十個章節 是我們覺得會用到的步驟 選完這十個步驟以後 我們再把孫子應用到的東西 套路進去 並沒有說我們是按照孫子的步驟 對 對 最後只是要強調說 這件事很重要 你一定要去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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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